1950年代 因为战争 金门化作铁针针的战地 从地面到地底 满布军事设施 全盛时期驻军有12万人 1992年 战地政务解除 驻军减少 十多年过去 红颜曼草埋没了废弃设施 却也有一些军事空间 寻到了起机 纵然战争的横击渐退 故事可以转由新的方式 继续诉说 持续入秋 田里的高粱 转成耀眼的金黄 就在他们接近成熟的时刻 一项创举正在金门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时空变幻 窄山坑道 从担负国军运输补给的通道 变身全球独一无二的天然音乐厅 吸引了1800多人前来朝圣 我记得在十年前 因为金门浓雾 然后我被困在这边四天 我就当一个观光客到处旅游 然后来到了窄山坑道 我进来这里三分钟以后 我头脑就浮出一个画面 想在这边办一个音乐会 随着竹筏滑行 音乐回荡在狭长的坑道里 军事给人家是一个很硬 很僵的感觉 很对立的感觉 音乐永远给人家是和谐的 给人家是和平的感觉 现在不会有战争 我们希望永远也都不要有战争 可是在这个战争流下来的坑道 用音乐来叙述它 然后也让大家知道和平的可贵 今年是第五年的举办 反应非常的热烈 希望就是说 利用这些军事设施的活化利用 我们未来对观光 还有金门的生态旅游的推动 有非常大的一个发展 低沉民众的乐音描绘着寶金战火的过去 国共内战之后 1949年10月 金门由军方全面接管 历经古宁头战役 93炮战 823炮战 单打双不打的炮火袭击 烽火策略战地风华 金门它就是以一个防卫 作为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概念 像你看包括我们军队的名称 像我们金门防卫司令部 所有从地上到地下 从海边到山丘 包括政治 经济 文化 还有军民的生活 都是以防卫为主体 这个地方是称为鲁山雇雷 或许是一个据点 那因为它是靠 这些讲究隐蔽性的公式 其实也隐含了绿建筑的思维 每一个坑道的出入口 就会用伪装网把这个地方保护起来 军事建筑很强调隐藏 要变成一个隐秘的环境 所以它大量用了 譬如说半地下 或者是附土的建筑 在它的构造物上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像刚刚这个坑道 它上面就附了土 然后在上面就种穷麻 种各式各样的植物 那把自己这个营区 隐藏在环境里面 那实际上也是冬暖夏凉的 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金门的军事地景 重新放回当代意义来看的话 它其实具有很多生态建筑 绿建筑的绿环境的 一种重要的智慧的结晶 战地政务的执行 大量的军事地景 也让金门从光秃秃 转为充满绿意 至少在1950年代后期 那么国军在军事防务之外 致力于这个绿化 因此有大量的这个 林班地 苗圃被建制起来 所以大量的木麻黄 湿地松被种起来 也因为这样子 一方面这个绿化的环境得到改善 不再封杀走石 二方面也刚好是成为军事防御 隐蔽的这种效果 那金门岛意外的 因为军事的目标 所以没有开发 那也因为军事 留下了大量的这个生态环境 位在大小金门之间的三角堡 就是军事与生态并存的见证 因为军队的减少 那国军撤出之后 就把这个地方交给国家公园 那交给国家公园之后呢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 三秒关节的舞台 因为这个地方 在有一种非常 数量非常庞大的 这一个冬后鸟叫做固瓷 会从西伯利亚乌苏里 这样往南渡东 因为它是大金门跟小金门 控制这个水道的一个海防据点 那你这种机枪堡最主要是防御 那三个角的这一个机枪点的位置 它可以雇到各个面 以前的军事设施 转换成为一个赏鸟的地点 那这也是国家公园 所设立的一个赏鸟的观景平台 那在夏天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立候丰富 冬天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这一个鸟齿 这都是金门非常有名的明星的鸟种 亲爱的大陆同胶的人 你们好 我是邓明天 我现在来到金门的广播站 算了大陆沿海的同胞很广播 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 我很高兴的能够站在 自由祖国的第一前线金门 同样在海滨 古宁头战役最后的决战场 北山断岩上 有一面特殊的波音墙 在金门经营民宿十多年的赖小姐 多年前在朋友的带领下 穿越高粱田与杂草 好不容易才得以看见他 如今这里成为他喜欢 带客人来的地方 国家公园把这个路开了 然后就是方便一般的游客 都可以进来 那现在的话 他就是连里面的一些波音的设施 都活化了 然后来这边可以听到 邓丽君小姐的歌声 然后怀念以前心脏狠话的那个氛围 每天我把怀念送给你 谢谢你把怀念送给我 甜蜜的歌声 让那个肃沙冷冽的时代 多了一丝温柔 位在金门植物园 苗圃中的晴天学厂管制站 刚冷的硬体 也因为承载了老兵的回忆 而温馨了起来 在诸多战食馆中 这是唯一记录小兵生活的场景 网路上有联络上一个 在这边苗浦连当兵的阿兵哥 然后也因为透过他的关系 所以在他的部落所 有很多那个退伍的军友 然后大家就聊聊聊起 这个想法出来 就说那就做一个故事馆 让那些老兵回来的时候 有个可以 谈谈当自己的当年友 简单的陈列烘托驻军生活 特别的是 馆中的照片 都是曾经在苗浦连当兵的军友提供 目前担任电台主持人的邱先生 就提供了许多照片 他当年抽中金马奖时 一肚子苦水 队伍二十多年后 反而深爱着金门 他在网路上分享当兵点滴 意外地催生了故事馆 就在网路上面认识了几个人 那几个人已经 比我更早开始怀念金门 他们就一直回去金门去探访 去寻找他们以前当兵的地方 然后刚好 我有不小心也照了很多的照片 所以我就放在网路上面跟大家分享 然后就打开了我怀念金门的那颗钥匙 甚至常常睡觉睡到一半会惊醒 因为我又梦到我在金门当兵 当时的苗普连 目前移交给金门林务局管理 作为植物园 林务服输之间 坐落着泡宝 弹药库 静置特殊 非常高兴说 看到我们以前当兵的地方 有被保留下了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恢复原来的面貌 能够让我们回去的时候 有一个可以怀念的地方 让我们回去的时候 就不会说这个地方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因为现在有一些军事设施 他们活化之后 他们改变了他的样貌 国军金石案 金门的驻军 从十万人减少到一万人以下 空间陆续释出也陆续变身 改装为军事体验园区的柳营 就试图结合现代娱乐来做火化 你这些人已经做了 这些人也放在那里 又放在那里 你轻白一个人 也放在那里 不过满力 又放在那里 这个园区的历史在92年之前 它是属于一个上亿的工兵连 那在92年之后它闲置了一段时间 直到97年它才交由金门县政府 去做一个充分的规划 那目前它的规划的方向是属于 让金门的民众或者是游客 过来做一个步兵的 就是以前我们金门的战地 一个步兵的军事体验 射击攀爬枪战 在游戏中希望游客体会过往 可能现在新一代年轻人 没有办法体会以前不是古时候 就是稍早之前那些战争时机 而且是算是比较惨烈的经过 不管是死伤有没有很惨重 不过我们就是没有办法体验 那个那段时光 所以我们只好透过这些古迹啊 就是像山战车啊 老母鸡 古迹什么 这些什么满窗满孔的那些死鸡文化 才体会当时那个时候 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我们县政府观光处这边接收的土地带 现在目前是有九处啦 那我们都会做一个以观光发展为前提的一个规划 是以推展观光为目的啦 那因为目前这些地方的营运 还是由我们县府自己来经营管理 那在人力上 财力上 当然会增加很多负担 那未来我们可能会朝向OT的方式 委外来经营 其实在金门 还有许多军事建筑等待重生 活化使用会不会走位 也让在地居民担心着 我大概是六年前来到金门 那时候的话 这个海岸县一般来讲是很少 比较还是很少有人赶下来的 所以说这个宝没有像这样这么长过 而且那个所有的那个炮火都还在 那炮火在的话 它里面甚至有 有的还有炮 因为炮的故障没有偷什么的炮 但是感觉当时那时候就有一种那个树沙子 这种金门独一无二的这种公共之城 就被它飞掉 这个炮位 这个所谓的炮子 你看这边 因为这是浅县 所以这边的那个弹道比特别大 这边也有一个纪役 纪役是它的最大的射程 它最大的射程可以供应到 就是所谓的 所有的那个 游客对这方面来讲都很好奇 因为有的也去过很多那个已经整修过的那种碉堡 他们认为说反而那个味道 反而没有这种碉堡这么强烈 他们想看它事实上是严实 然后本来就不需要经过太多的修饰 所以说这方面如果说能够以维持原貌 然后本质这样稍微就稍微做个修为的本质就OK了 那这样应该是对那个游客来讲 它是一定能的 在人力与经费的限制下 军方释出的大量空间 不一定能立刻修整火化 有些硬体正在逐渐败坏 另外还有一些涉及土地产权的问题 有一部分的营区 当时部队是用占用的方式 把私人的土地拿来当为军事设施 那么解除战地政务之后 老百姓就回去登记了这些产权 成为它的私有的土地 那问题来了 这个登记成为私有产权的军事设施 假如很有价值的话 那该怎么处理 是要拆污还民呢 还是有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协商 小三通之后 开发脚步越来越快 让人担心金门的风貌正在变形 那也是因为2001年小三通之后 随着这个来往的游客的这个频繁 所以金门这边开始有比较活络的这些观光产业的经济 各种的这个商业活动 那土地当然也就随之高涨 那么因此有一些财团或者有一些这个开发商 他们就很希望能够去标租到一些公共土地 譬如说去进行BOT的开发 那金门其实是这个冷战前线中的前线 是第一岛链的不成的航空母舰 金门还是要考虑一个环境承载量的问题 以及特色塑造的问题 因为所有的发展如果没有永续的概念 没有这个特色营造的概念 就很容易发生所谓的特色危机 就是一旦开发完了之后 这个地方变得没有特色 而没有人来 每一个景点或是每一个战争留下来的痕迹 都是有好的生命 而不是我觉得那生命力也是很重要的 要赋予给他一个新的生命 那一个而不是只有光光 而不是只有人潮 而是我觉得那一个内涵更重要 看到了这些东西更让我们觉得和平的重要 这些过去历史上的武器 它这种陈列就是警示我们和我们的后人 一定要把它当成一种陈列就行了 当成一种历史看一看 看一看他们才知道现在和平的重要 那通过战争的创伤所留下来的大量的各种死机 包括当年的军队抽到金马奖的很多人的青春岁月 那么在这个观点下 怎么样重新来思考我们为什么要保护这些战地遗产 可能是一个方向 那这个方向我说是为了和平的反思 可能是为了这个后代子孙重新思考历史反省的一个重要的一面镜子 岛屿上随处可见的战地设施 书写对峙的过往是金门的三大特色之一 当台敏都以追求经济为主要目标 居中的金门面临军事地景活化或消失的挑战 未来金门能否继续说自己的故事 整体风貌能否定调 是当前必须谨慎面对的课题